大家好,欢迎来到万文大学电影视野课堂,我是主讲人高凯翔 那么在这一节的课程当中,我将给大家讨论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也就是电影究竟是什么 那么咱们提到电影究竟是什么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位日本的非常知名的导演 他的代表作有七五世,有鹰五世,有这个乱,这么一个人 他是黑泽明,他这位黑泽明呢,他在1990年获得了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 当时是斯培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两位电影界的佼佼者为他颁奖 斯培尔伯格的代表作《拯救大兵瑞恩》,还有ET外星人这些快职人口的作品 而乔治·卢卡斯更不用多说了,他的《风靡全球的星球大战》也正是他的作品 那么当时这两位大师为黑泽明颁奖的时候,黑泽明说了一句话,当时感动了很多人 他说,我今年已经八十岁了,但是我至今还不知道电影是什么 那么黑泽明大师他说这么一句话,很可能其中有谦虚的成分 但是电影是什么,也确实是 这么电影诞生一百多年以来,一直在不停被讨论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启蒙教科书中都有文学是什么 音乐是什么,绘画是什么的争论 但是这个与其说是争论,倒不如说是这些教科书里面已经给读者想好答案的一个设问 通常我们在这些教科书中都能找到文学、音乐、绘画是什么的答案 但是我们经常在电影方面的,不管是理论著作还是教科书中也好 很少能发现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 而电影是什么的答案,目前为止也一直在争论不休 有一位法国新浪潮的理论棋手名字叫安德烈巴赞 安德烈巴赞这个人呢,他在1958年就写出了自己一本文集 名字就叫电影是什么 他当时呢,如何解释自己这本电影是什么的题目 他说,这组文集定名为电影是什么 他并不许诺给读者现成的答案 他只是作者在全书中最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些设问 那么当时电影在1958年巴赞写出这个电影是什么文集的时候 电影已经63岁了 而我们一位著名的新浪潮理论棋手仍然说不清电影是什么 这看来电影是什么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究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电影它已经发展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岁了 还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包括它是什么的这个概念仍然混淆呢 美国有一位理论家叫杜德莱·安德鲁 他认为电影之所以它的定义它的概念处于一个混乱的局面 是因为外行,也就是局外人太多 他把这些局外人不客气地称为外来的劫掠者 也就是说很多本行可能不是干电影的人 在发现电影有诸多可能性之后 欣喜若狂,把自己的本行带进电影里去了 用自己的本行方法论去分析电影这么一门艺术 比如说一个作曲家,一个搞音乐的人 他在进入电影这个行业以后 他会得出电影是音乐这么一个结论 那么假如说是一个画家 他在给电影摄影构图设计完了以后 他会觉得,嗯,电影是绘画 那么假如说是一个雕塑家给这个电影去做场景 做场景,做造型 他可能做完了以后会觉得,诶,电影是雕塑 很多那些,呃,先锋主义的人 包括这些后现代的艺术家 他会觉得,诶,电影为什么要讲故事 我的艺术形式里面不存在讲故事这么一个形式 因此电影不应该讲故事 这种各种怪结论层出不穷 很可能就是因为局外人对于电影的涉猎 导致他们对电影的理解不够深厚 但是他们把自己的本行方法论带入到了电影当中 这种有点类似盲人摸像的感觉 导致了电影的理论 包括电影的概念一直以来混淆不清 电影在诞生还是非常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被众多的局外人用自己的本行方法论给带跑偏了 因此这个电影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虽然呢 关于电影到底是什么 众说纷纭 但是我们在这近百年的探索中 已经总结出来一个可以确定的铁律 也就是电影制作中有一条难以打破的因果链 高科技电影导致高成本 高成本要求高票房 高票房呢 要求电影世俗化 也就是大多数观众能看懂这部电影 能被这部电影娱乐到 能找到这部电影究竟想打动我们什么 那么这些观众才会去花钱买票 才会去贡献票房 或者我们可以倒过来说 世俗化才有高票房 高票房才能收回高成本 收回了高成本以后 电影公司才可以把这些钱聚集起来 生产下一部影片 也就是收回资金才能再生产 这是我们在电影是什么 这么一百多年的摸索当中 目前为止最有理有据最扎实的一个发现 那虽然如此 但是关于我们电影究竟是什么的结果 依然非常宽泛 咱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国师张艺谋 他拍出一部电影叫有话好好说 这是他早年的一部作品 从头到尾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话好好说这部片子 摄像机一直在晃 有的时候人在走路 摄像机跟在人身后 他一直在站立的晃 有的时候呢 人已经站定了 人已经坐下来了 摄像机还是在跟着他晃 有的时候观众看完以后觉得 诶 看着我眼晕 我不爱看 电影怎么能这么拍呢 但是同样是张艺谋 他还拍过一部电影 叫一个都不能少 这部电影呢 跟那个有话好好说 就是另一个极端 他的摄像机基本上不动 全片绝大多数的镜头 都是固定镜头 那么有人就觉得闷 说为什么电影摄像机的镜头 可以一动不动呢 电影怎么能这么拍呢 我也不爱看 那么假如说 你说这个有话好好说 动你也不爱看 因为晃得眼晕 而这个一个都不能少 不动你也不爱看 因为你看着觉得闷 那么你说这些话 就是因为是外行 有话好好说呢 为什么要以一种 从头到尾的手持镜头 一直在运动 来表达是什么样的 一种感觉呢 实际上他通过这个摄像机 从头到尾的晃 是表达一种当代人 在生活中比较荒诞的感觉 因为整个片子的人 角色 是你不常在 平时生活中见到的 他表达的是一种 当代人的荒诞的心境 而且摄像机呢 也采取了一种同样荒诞 同样非常规的拍摄方法 来契合整个电影的 这么一种节奏 所以说有话好好说的 摄像机一直不停地在晃 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的 而同样都是张艺谋的作品 为什么一个都不能少 他摄像机一直不动呢 因为当时 一个都不能少拍摄的时候 要追求的一种 极致写实的感觉 也就是极致自然的感觉 比如说主人公 名字叫魏敏芝 他的演员也叫魏敏芝 这样你在片场 喊他一声魏敏芝 他的反应就特别自然 假如说你换了一个名字 你喊他 他可能就得反应一下 而这个反应一下 这么长个时间 就足以把一个自然 变成不自然了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中有对着教室上课 拍摄的镜头 这个时候摄像机 为什么不能动 因为一动 他们乡下的孩子 并没有见过摄像机 摄像机一旦动了 他们就所有人 都会一直看着这个镜头 所以说拍摄这场戏的时候 就要把整个场景 极度的简化 也就是只有一个摄像机 一个三脚架 一个摄影师 其他人全部撤走 为了不牵扯学生的注意力 因此 这个一个都不能少 中采取了固定镜头拍摄 也是有它的原因 所以说呢 有些人觉得 摄像机不动 不好看 摄像机一直在动 也不好看 那么他提出这些问题 实际上因为他并不了解 这些问题 这个摄像机的运动 跟影片的主旨的契合 这种是比较外行的质疑 那咱们提到摄像机的运动 咱们就不得不提 鸟人这部电影 鸟人这部电影呢 它在上映前 前期的宣传是 这部电影采取了 后期合成的一个 长镜头 一镜到底的 一种呈现方式 为什么叫一镜到底呢 也就是从这个片子的 开头到这个片子的结尾 实际上是一个镜头 从头到尾拍下来的 但是后期合成呢 也就是说 从头到尾 它并不是一个镜头拍下来 而是有的时候 用了一些巧妙的手法 去转场 比如说镜头前面 有一个东西 或者是一个人 一缓而过 在这个人一缓而过之后 就是两个不同的镜头 被缝合在一起了 还有的就是摄像机 移动到一些黑色的场景 然后当从这些黑色场景 移出来的时候 也就是另外一个镜头了 那么这个手法呢 最早可以追溯到 英国的电影大师 唏嘘苛刻 他的夺魂锁 这么一部片子 那当时正常的一部 好莱坞生产的片子呢 应该是600到1000个镜头 而多昏锁 从头到尾 只有9个镜头 他就是用了一些 巧妙的转场手法 比如说 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 镜头可以推进 推进 推到他的衣服 占整个画面 然后当他推出的时候 就已经是另外一个镜头了 当时唏嘘苛刻呢 本来想让多昏锁 从头到尾 真的一个镜头拍到头的 但实际上 当时的摄像机 一盘的胶片 只有10分钟的长度 因此他要拍一部 90分钟的电影 必须要把换好几卷胶片 而这个时候 电影就没有办法 一镜到底了 所以说多昏锁 当时采取了 非常多的巧妙方法 让观众误以为 这些镜头 实际上是 无缝 接在一起的 但是实际上 这些镜头 在其中都经过了 一定程度的剪辑 那么 还有另外一部电影 就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方舟 这么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 它的噱头就是 它真的做到了 一镜到底 也就是从头到尾 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剪辑 真的是从头到尾 一个镜头 把它拍完了 那么 有兴趣的朋友们 还可以去找 俄罗斯方舟 这部电影来看一下 那么 有人他就提出了质疑 他质疑 鸟人这部电影中 长镜头到底有什么作用 究竟是能 很好的 切合整个故事主题 还是纯粹 只是为了炫技而炫技 那么 很多人他看不出 这个鸟人这部电影中 长镜头与故事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因此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说这个长镜头 并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只是为了炫耀 我有这个技术而存在 那这么说的人呢 显然是没有明白 这部电影的主旨 到底在何处 包括 也没有明白 这部电影中 这个戏剧 这个主题 它到底有什么特点 那么鸟人 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鸟人讲的是一个 好莱坞的超级英雄演员 在自己过气之后 想重返百老汇 去自编自导 一场戏剧 然后让自己的事业 获得一个提升 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 作为百老汇的戏剧 肯定是这部影片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提到戏剧呢 就不得不提到戏剧它的一些特点 戏剧的特点 跟电影的区别在于 它的时空是缝合的 而不是像电影一样 通过剪辑 把整个时空给切碎开 那么也就必然 让戏剧有一种现场性 也就是说你在现场演戏剧 你一旦演砸了 那就是砸了 那整场戏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看 可能会要需要你救场 可能需要重新来 那么 这跟这个鸟人这部影片的 长镜头手法 也有异曲同工的感觉 因为戏剧 有一个要点 就是时空是缝合的 也就是说 这一场戏的时间和空间 是不会随着剪辑而改变的 那这个长镜头呢 也就是最大限度上 消除了剪辑 也就是还原 这个戏剧的时空合一 这么一个感觉 也所以说 鸟人之所以选择了 这个长镜头 来作为它的呈现方式 实际上是跟 整个这部片子的故事 也就是戏剧主题 是缝合的 是自洽的 是一致的 这个样 所以说 鸟人采用的手法 长镜头和整个故事 是锦上添花的一个效果 因为手法完美的 为了故事服务 另外一部影片呢 同样是第87届 奥斯卡颁奖典礼的 一个种子选手 也就是《少年时代》这部片子 《少年时代》这部片子呢 很多人在看它之前 就会知道它有一个噱头 就是这部电影 它拍了12年 它拍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是其他电影难以企及的 从一个小男孩呢 他6岁的时候 一直拍到这个小男孩 18岁成年的时候 那么《少年时代》这部电影 也有被人质疑 说这部电影纯粹上 只有时间上的跨度而已 它并没有一定的深度 但实际上整部片子 讲的就是 时间和时间在人身上 留下烙印 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整个故事呢 也就是一直在 围绕着时间展开 比如说小孩 从小学 一直上到中学 一直上到大学 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时间 已经跟整个故事 融合一体 你不可能把时间 抽离出来说 这部片子没有了时间 就什么都不是 并不能这个样 就好像你不能说 博尔特把腿砍掉 也没有我能跑一样 那么电影中 有非常多种的表现形式 包括《鸟人的长镜头》 还有《少年时代》 拍《十二年》 既然有这么多的表现形式 如何衡量一部电影的价值 那么我们在科学上 讲的是一个可证伪性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假如说是科学的 那么它必须要有一种实验 来验证它 但这个呢 到了电影这个行业 就不这么明确了 毕竟一个电影的好坏 是太多因素的结合 存在那种 摄影非常好 但是故事很差的电影 也有那些故事很差 但是这个美工 做得非常好的电影 也有呢 故事很好 但是其他方面 却都是不敢恭维的电影 存在那种口碑很好 但是制片人 赔了非常多钱的电影 也有呢 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反而遭骂声一片的电影 具体怎么衡量 我们还是要引入一个 定位的概念 也就是说这个电影 它从拍摄初期 它到底是想把自己打造成 一个什么定位的电影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将在后续的课程中 为大家细细到来 这一讲 我们就先到这里 大家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